晚安 您好 歡迎鎖定禮拜天的 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我是方彥迪 新聞開始 先來看到在新北五谷 昨天上午有大型吊車 不小心自撞路旁電桿 瞬間爆炸起火 目擊的騎士嚇到趕緊後退 電線桿斷裂之後 場面觸目驚心 另外淡水有一位騎士 飆速狂切 看到前方有車 立刻擊殺 結果打滑釀成了追撞事故 機車飆速狂衝 壓車切到中線 沒想到 騎士高速擊殺 輪胎瞬間打滑 連人帶車往貨車底滑撞 造勢騎士連翻兩圈 鞋子都噴掉 但他竟然還能立刻爬起 好險後方駕駛速度也不快 沒有追撞上去 但網友狂酸 年輕人很勇喔 路上直接表演湯馬斯回旋真強 另外在台北城的路一段 整群機車通過路口 突然有騎士 慘摔倒地 差點被碾壓過去 畫面再仔細看 原來有行人亂闖馬路 內車機車響閃 害後方騎士反應不及摔車 亂前車道的還有他 國以北上105公里處新竹路段 一輛大貨車打燈後 直接變換車道 原本在右前方的白色轎車 還好後方駕駛立刻保持冷靜 穩穩刹車降低速度 沒有那樣追撞事故 不過再看一次畫面 實在令人冷汗直流 同樣驚險的車禍 有一位四十六歲女子 開車行精彰化是張男路 要左轉趕回家要晾衣服 結果和一部執行轎車相撞 差點波及到檳榔灘跟民宅 這兩臺車都撞毀 發出了巨大的聲響 事後這三個角度的撞擊畫面 也曝光 另外在高雄鳳山 則有兩臺機車疑似同向 驅撞騎士兩人摔飛到路口 嚇壞了用路人 灰色鄉行車一個左轉 當長汗紅色執行轎車相撞 兩臺車碰一聲巨響 瞬間煙沉四起 差點波及到檳榔灘和民宅 而鄉行車還一度往前 滑行撞擊瞬間 躲角都曝光 不論遠看近看都驚險萬分 鄉行車四十六歲女駕駛 和轎車四十六歲男駕駛 全身都受到多處擦措傷 這輛車趕抵現場 將人送醫 我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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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色執均為零 綠左轉之零性女駕駛 左偶受傷 事發在彰化市張南路 鄉行車女駕駛 原本從工廠出來 要趕回家晾衣服 沒想到半路撞車 車身撞成七型 而紅色轎車則車頭和水箱撞爆 漏了一大潭水 同樣令人嚇一跳的 還有這件車禍 兩部機車一絲一前一後 追撞甩到路口 害得對面停等紅燈的騎士 搖滾去目擊 很是驚嚇 事發在高雄鳳山景武路 幸好騎士兩人沒有大礙 很快就站起身來 車禍碰撞 有驚無險 實在命大 記者綜合報導 台南火葬場爆發衝突 有一名藏儀社的老闆 因為車門被擋住了 無法開車趕行程 所以就用力 拍擋了對方的引擎蓋 這裡面有一位女員工 因此被嚇哭 她的同事們一擁而上 跟藏儀社老闆爆發衝突 一度把人拖下來理論 警方到現場排解糾紛 這位藏儀社的業者 也道歉認錯 台南火葬場旁邊停車場 鄉行車擋住藏儀社老闆休旅車 因為趕著進塔 所以用力拍打引擎蓋 造成另一間藏儀社業者不滿 甚至往前衝坐視打人 但被友人伸手攔阻 藏儀社老闆把車開出來後 又遭到對方攔車繼續狂嗆 老闆甚至疑似被拖下車 踢到大鐵板 由於當時實在吵太胸 在施壓上雙方不斷互槓 甚至差點打起來 警方獲報道場 排解糾紛 原來當時鄉行車上 還有另一名年輕女生 因為被藏儀社老闆用力拍打引擎蓋 嚇哭 雙方以此爆發激烈口叫 現在誤會解開了 因為畢竟未來都會遇到 撕破臉對誰都不好 記者 賴關章 王書宏 台南報導 桃園在十九號 凌晨發生了一起重機騎士 跟轎車的行車糾紛 轎車駕駛不僅危險 逼停重機騎士 還怒氣沖沖的下車 亮出了球棒 對著騎士就不斷的筆劃 全都被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來 前鋒車輛停在大馬路上 重機騎士被轎車車頭卡在路旁 而駕駛怒氣沖沖 打開車門掏出球棒 對著騎士不斷壁劃貌似恐嚇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時間回到更早之前 直徑一讓重機自旁邊呼嘯而過 不過卻一個左右搖擺 斜斜撞上前方轎車 轎車駕駛卻突然加速緊逼騎士 兩車相互尬掐 白色轎車越靠越近 騎士被逼得走投無路 競技下車 這起行車糾紛發生在十九號凌晨一點三十分左右 桃園平鎮區復旦路二段 重機騎士想要超車 卻疑似沒保持適當車距 迎來駕駛不滿 當場輛出車上球棒 下車跟騎士理論 坐視打人 全被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 本分局上午接獲相關報案 將訊現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 以理清案情 單純的行車糾紛 駕駛卻火氣大怒掏球棒 嚇得當事人手足無措 也讓後方目睛民眾替他捏把冷汗 記者劉展葉偉 林貴軒 桃園採訪報導 冷氣團持續發威 平安夜凌晨 荷歡山五嶺再度下雪了 玉山氣象站 一夜的寒風水氣 在觀測儀器上 都結滿著厚厚的冰霜 風口鐵棚區 零下二點八度 成了冰雪隧道 山友也分享雪山積雪十公分 宛如置身北國 氣象鼠預估平安夜這一天 越晚越冷 一直到隔天的清晨 台中以北十個縣市 可能會下探十度低溫 受到風寒效應的影響 體改溫度還會再下降個一到兩度 地面結冰山有一邊行走 還有一邊踢掉步道上的大冰塊 玉山氣象站零下二點八度 一夜凍雨 風口鐵棚區成了冰雪隧道 畫面十分動人 冰凍的洞 另一邊觀測儀器 不管是魚量儀或輻射劑 都結滿厚厚冰霜 還有一根根冰柱 工作人員冒險爬上風力塔 要去除疾病 冰天雪地的還有雪山 山友登頂超興奮 整個人埋在雪地裡 連日冷氣團發威 雪山圈鼓積雪達十公分 而觀光聖地和歡山五嶺亭 凌晨四點多也飄下片片雪花 大批遊客上山車潮多到滿出來 氣象首預估 夜但夜這天氣溫會持續下探 對十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藍色這個色塊的部分 可能會到達台中以北跟宜蘭 這一些地方 尤其是在近山區的 這些秋林地的地方 都是有機會出現十度以下低溫的 平安夜二十四號晚上 到週一清晨 大陸冷氣團 或強烈大陸冷氣團發威 容易出現十度以下低溫 而且受到風寒效應影響 會讓體感溫度 再下降個一到兩度 今年耶誕極凍爆表 記者 中文翔 王俊傑 李雲杰 南投報導 海流報導 冷嗖嗖 不少民眾喜歡上山追雪 不過冬天開車 很多民眾覺得不開冷氣 可以省油 但是可要小心了 專家試鏡這麼做 不但空氣不循環 還可能會二氧化碳中毒 車窗也容易起霧 會影響到行車的安全 天冷開車前 需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帶你一罐來看 全台冷城凍翻樹 不少熱血民眾開車上山追雪 但可要小心 一個錯誤操作 可能就讓你拋錨在半路 一定要開冷氣 因為我以前犯過這個錯 最後我的車 引擎水箱的溫度 整個過高 天氣降溫 不少民眾覺得室外溫度低 不開冷氣剛好又能省油 不過這麼坐車窗會急霧 引擎也無法散熱 嚴重會損害系統 並且也無法讓空氣循環 天冷天熱都要開空調 因為不開空調 就變成是內循環 只要呼吸超過五分鐘 二氧化碳就會造成空氣品質 冬天開車最正確的方法 就是打開冷氣系統 不管是冷暖氣 都有外循環及除濕功能 另外最怕低溫的汽車零件 第一名是電瓶 平常就要記得定期檢修電瓶 或準備專門為電瓶設計的 緊急備用電源 避免出現荒郊野外 求助無門的情況 還有冬天應該換成 流動性較好的機油 增加潤滑度 更能降低引擎磨損 除此之外 冬天還有小動物 可能躲在車內取暖 開車前輕拍引擎蓋 如要上山追雪 也務必在輪胎加裝雪鏈 天冷不止要加一 上路也要多留心 確保快樂出門 平安回家 記者張佑 此分亞橋台北報導 國內中央大學 有學生發起了 丟松果測食宿大賽 把測速器當玩具 去爭奪最強雷射肩 但有同學因此肩膀脫臼 機器被砸到毀損 因此校方發公告 提醒學生切勿 因為一時興起 偷擲松果 避免影響到人車的安全 男子把松果當棒球 猛力往前投擲 沒想到旁邊的測速器 標出驚人數字 九十四 有多少嗎 九十四耶 開心到瘋狂歡呼 這裡是桃園中立的 國立中央大學 校園內種植許多棵松樹 不過卻有人在臉書 發起丟松果測速大賽 不少學生覺得有趣 紛紛響應 還PO出自己的最佳成績 因為有人把測速器 斬爆 就是松果 就死掉了 有學生打壞測速器 甚至頭到肩膀脫臼 借速活動引發大家激戰 爭奪最強雷射肩 不過學校生活輔導組 認為該行為已經打擾公共安寧 影響行車安全 加上同學受傷 和機器毀損等刑事 因此發公告禁止 會覺得可惜嗎 如果被禁止 還好 因為我覺得蠻危險的 雖然我沒有玩到 想要玩一下 但是如果會造成別人困擾的話 他禁止那也沒辦法 校園測速器 意外成為遊戲器材 對此發起人 也在22號 宣告活動暫停 並向校方及足位同學 諮商最高歉意 讓這項趣味競賽 成為同學們 短暫的青春回憶 然後黃明君探訪與桃園報導 動漫迷壁朝聖的新景點 臺灣首作國家漫畫博物館 落腳臺中 週六正式的開放參觀 在園區當中 有兩臺自動販賣機 裡頭的商品印刷上超猛虎爺 讓民眾直呼 這是罐裝扶水嗎 好想買 不只如此 十五棟日式歷史建築 改造成漫畫主題館 展出大師手稿 還有兒時記憶中的租書店 讓人走近回憶長廊 網路漫畫超人氣冒冒蟲 在園區裡現身 所到之處被大人小孩包圍 引起一陣騷動 對啊 很可愛 非常的好玩 全台首作國家漫畫博物館 落腳台中行務所 週六才對外開放 除了有漫畫家現地創作 還有自動販賣機力 這商品很特別 冠狀飲料上印刷漫畫中的各種神明 財神虎爺 寫野民眾目光 因為它上面寫畫 可能就是可以吸引人作業去買 動漫民朝聖好奇是罐裝扶水嗎 可惡想買 不過現在只是展示之後才能投幣販售 好小子第一集 這個 這個超級好笑 我們在那個漫畫店會看到大笑 而從前的官員宿舍 搖身變小時候漫畫館 展示好小子 七龍珠 各式各樣漫畫全集 勾起五六年級生的兒時記憶 住宿店都已經 很多都消失掉了 就是突然在我們家附近 就是有出現一個這樣的地方 真的很讓人懷念這樣 之前來的時候 就只有行務館有開放而已 然後這邊修附後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有修附後再利用的 蠻不錯的地方 目前這樣估計下來的話 大概是將近三萬人 湧入我們國家漫畫博物館 開箱熱騰騰國漫館 樹洞日式歷史建築 改造成漫畫主題館 展出大師手稿 讓人走進回憶長廊 預計成為動漫迷 COSER的必有勝地 記者王君傑 李雲傑 臺中報導 開幕十八年的成品信義店 因為租約道勤 在平安夜這一天晚上 正式熄燈與讀者告別 不少人都把握著最後的時光 再來逛逛這助力十八年的青春回憶 週末兩天就吸引了至少十五萬的人潮 董作也承諾 二十四小時的書店經營型態 不會因此結束 明年的一月二十號 將會由松菸店來接棒 數據裡人潮滿滿滿 這可不是特賣會場景 全球最大的繁體中文二十四小時書店 開幕十八年 吸引超過兩億人到訪的成品信義店 十二十四號平安夜向大家道別 不少民眾把握最後幾小時再來逛逛 以前非常喜歡來這邊逛 很棒的地方 捨不得Close 門口的咖啡 然後再慢慢逛上去 滿滿的回憶 以前年輕的時候 大學那時候畢業 大概就這一區慢慢起來 特地過來啦 成品信義店從十月十九號 宣佈閉幕式之後 每到週末單月經典人潮都超過五萬人次 近一個月更突破百萬人次 比預估成長百分之五十 人道程度超越跨年夜 外籍旅客更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心情確實有點複雜 我看到最多的關鍵字 一個是青春 一個是陪伴 感覺上是我們所有這些人彼此 的生命的一個交集 吳敏捷透露十二月二十三號 今天人次突破七點五萬人 其他這天更掀起高潮 滿滿的留言牆 也看出讀者的不捨 明年一月二十號將有送應店 二十四小時書店接棒 期間二十八天的空窗期 則由成品生活南西店 推出特別企劃 連續二十八天不打烊 數量將擴增三倍 品項超過十萬種 預計有兩百個座位 要讓讀者繼續沉浸在書鄉世界 記者林鎮堅 曹文靈SNG小組 台北報導 寒流來襲 民眾只想要躲進被窩裡頭 打開電暖器來保持室溫 但是電費也讓荷包大失血 台電也就推了一個 預寒神物是電熱毯 和電暖器相比 能夠省下大約八成的電費 算下來每個月 甚至能省一千五百元 專家分享最暖蓋背法 床上先鋪毯子 躺上去後再蓋上羽絨背 這保暖效果最好 如果室內已經開暖器的話 那建議只蓋薄背 露出頭手 免得太熱 適得其反 天冷只想躲背窩開電暖器 讓室溫保持在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但一般人會認為開暖器好費電 我家曾經連續開三台四台電暖器 就跳電了 台電推移預寒神物比電暖器省八成電費 就是電熱毯 專家算給你看 以台電每度四點五元 一千五百瓦的電暖器 一天使用八小時 每天電費五十四元 使用一千一百瓦的電熱毯 同樣使用八小時 每天電費不到五元 一天差五十元 一個月電費就可省一千五百元 電熱毯是預寒暖背好物 也很省電 使用上還是要注意 使用時要鋪平 避免裡面電熱絲過度彎曲故障 產生過熱 造成危險 冬天氣溫下探 最暖蓋背法 將毛毯鋪在身體下方蓄熱 上面蓋羽絨背保護 這樣一來保暖效果最好 但如果室內開暖器 怎麼蓋背才會暖 一定的狀態 對人體來說 是舒適的溫度的話 蓋薄被子 覆蓋住驅乾就可以 醫師也建議如果防內過暖 四肢 頭 頸都能露出來 充分透氣 免得想保暖 反而熱過頭 記者 韓志欣 陳志茂台中報導 天氣冷 不少民眾也喜歡 用保溫瓶來裝熱飲 但是專家提醒了 有四種飲料是不建議 裝在保溫瓶裡的 像是含蛋白質的牛奶 拿鐵 豆漿等等 因為德國研究發現 這些飲品放半小時 細菌就會增加三十倍 十分的驚人 來點熱可可暖暖身子 不少民眾會拿出保溫瓶裝熱飲 不過專家提醒 保溫瓶裝含有糖分 及蛋白質的飲品 會導致細菌快速滋生 像是拿鐵 豆漿 牛奶 及含糖飲料 這四種熱飲品 都不適合裝到保溫瓶裡 德國曾做過研究 就把熱豆漿裝進保溫瓶裡 只要半小時 細菌就能迅速增長三十倍 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 而滋生細菌 尤其是以危害人體的 大腸桿菌為居多 沉裝完之後 最好是在三十分鐘之內 就應該要把它飲用完畢 尤其已經飲用過 就會殘留口水中的細菌 再加上杯子裡的飲品 具有一定的溫度 這時的保溫瓶 就容易成為細菌培養敏 就算保溫瓶 只是用來喝水 也要經常清洗 如果摸起來黏黏滑滑 就表示細菌已經增生很多 可能會食物中毒 許多人認為 清水隨便抽兩下 就已經算洗乾淨 但其實最好的方法是 軟刷加上清水 洗保溫瓶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加過甜熱飲品之後 就怕洗不乾淨 可以再加一點洗碗巾 包括杯蓋上的所有洗膠條 都要拆下來洗 才算徹底洗乾淨 千萬不要用鋼刷 鋒利的來清洗保溫杯 擔心會破壞它塗層 會開始生鏽 可能會有一些刮痕 就容易會有一些 維生物續徑的滋漲 不過細膠塑膠 就可以用菜瓜布輕輕刷 另外如果覺得保溫瓶裡 有殘留的茶垢 或飲品的氣味 可以浸泡過濺酸 那消除異味 一星期只要泡一次 就能讓保溫瓶 乾淨溜溜 記者臺北報導 嘉義知名的廟宇 舉行了十二年一次的 馬祖遭徑為期二十七天 今天回來廟前廣場 攜開四千桌迎接 其中有七桌 是二十萬元的馬祖大宴 但是有信徒直接就拿來的價值 八百萬元高檔魚翅來祭拜 整場馬祖宴盛大又隆重 嘉義僕子廟宇前 攜開四千桌 綿延好幾百公尺 就像看不見鏡頭 桌上擺滿各式公平 超澎湃 因為這是馬祖遭徑十二年才一次 範圍包括嘉義沿海七鄉鎮 圍期二十七天盛大舉辦 很棒啊 感覺很濃重 很舒服 繞進完的重頭戲 就是這古董神教展 信徒按照自己心意 擺出共品祭拜 其中七組媽祖大宴 原訂二十萬 但有信徒卻是無上限 以口氣擺出價值八百萬元魚翅 甚至用三十萬元現金打造城堡 其他大宴還有包括 生理 桌酒 花粉 水果宴等等 各一百零八桌 其中芋頭雕龍最精緻 超盛大媽祖宴光是這排場前一天 就已經擺好 派人輪流看守 畢竟上頭食材價值驚人 隨隨便便上百萬元 信徒祭拜神明完全不手軟 表演出對媽祖的競用心 十二年一次媽祖繞境 果然十分隆重又盛大 洗開四千桌 除了擺飾和部分食材 會通通絕給弱勢團體 象徵把平安賜福給所有人 記者王書宏 嘉義 報導 國民黨週末造勢不斷 今天侯康佩 臺中大勢師 更湧入了六萬人 侯友也喊出中不贏 全臺就贏 外傳國民黨將鬆綁激烈 被選區的禁科令 朱立倫今天鄭重否認 總統大選藍白還是競爭關係 所有的小雞會跟母雞團結 完全支持配合侯康佩 大選倒數藍綠白戰火猛烈 近期各家民調顯示侯康佩 激起直追跟賴蕭配持續焦灼 藍營凱道大造勢 更湧入八萬人 起海飄洋 侯友宜中部大事師 喊出這句話 深入中部掃街支持者興奮揮國旗 狂跳躍就希望摸到鐵漢的手 談到民進黨執政下詐騙案層出不窮 人頭戶越來越多 侯友宜以火大開轟 侯友宜展現破例及打炸決心 而藍白河破局後 國民黨祭出靖克力 不准藍營小雞找柯文哲站台 如今侯康聲勢大起 立拼國會席次最大化 傳出藍營考慮松綁基戰區禁令 朱立倫不松口 需要團結所有的力量 但是我們總統的大選 畢竟今天是屬於競爭的 我們的小雞會跟母雞 完全的團結在一起 爭取所有的選票 一定會跟侯康佩完全的配合 侯友宜氣勢如大浪狂喜 有人說本來等著看侯友宜笑話的 現在恐怕已經笑不出來 不管是什麼藍 今天都是中華民國藍 從落後到最平 最後的第九局 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這麼結晶 而且是一下子就可以分盤 分民調裡面 除了少數一份 藍綠之間是已經差距零%的狀況 可能就是輸贏五十萬票以內 上衝的這種的過程 他會讓更多人去看到說 他的機會會更大 藍軍說政黨輪替世代必行 就看最後關鍵一仗 選民如何拿出智慧 為自己做出最好選擇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在高雄造勢時脫口說 若韓國瑜當年接受當北市府有幾職顧問 現在就會是他的副總統搭檢 不但自己副手吳欣營聽不下去 直呼總統級的韓國瑜不可能當副手 好友誼也開酸 柯文哲不尊重吳欣 民嘴則是炮轟柯文哲為了要搶韓粉選票 不惜吃韓國瑜豆腐講進風涼話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到高雄 舉辦大造勢 上完支持者急報現場 說是號召了柯粉 鍋粉 還有韓粉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最近 民調都掉車位 想要趁勢拉藍營選票 柯文哲竟然脫口說 韓國瑜差點成了他的副手 我的市政府 我留一個郵集職市政顧問 給我倒三天 結果韓國瑜說 算了 市長了 我不要給你慰藍 所以就不來 那時候應該有來 現在副總統應該是搭檔 是他 藍白河破局多支 距離大選只剩二十天左右 後依舊開算柯文哲 別忘了你的副手是誰 柯文哲主席 應該多尊重他的副手 要尊重韓國瑜市長的選擇 柯主席是找副總統共選 韓市長的level 一定是總統級 某可能在算副總統 連無信都被感尷尬 民嘴則開算柯文哲 說要找韓國瑜當副手 根本邏輯不通 只是想蹭韓分選票 如果當年韓去做了柯的 市政顧問的話 還有韓流嗎 他還會到高雄 那沒有韓流 柯會找他嗎 台北市政府有幾值顧問 你是有百分之百的主導權 為什麼民進黨反對 你就退縮了 為了自己選總統 在那邊講風涼話 其實讓人家啼笑皆非 民嘴更質疑 柯文哲愛放話 和韓國瑜關係匪淺 但韓國瑜落選又被罷免時 你柯文哲和幕僚們又在哪呢 韓國瑜最會被罷免的時候 一百多萬人沒有出來投票 很謝謝這些 黃珊珊講什麼話 說那些人只是不想理你而已 請問誰當年在對韓國瑜落井嚇死 副手人選都已成定局 卻還在朝三暮四 柯文哲是真挺韓國瑜 還是只想挽救自己落後的選情 答案呼之欲出 新北捷運三陰縣 在今天凌晨完成了最後一跨 全長十四點二九公里全線荷隆 新北捷運工程局長宣告 完成重要里程碑 之後施工就不會影響地面 立憑二零二五完工 預計優先路段上線測試 工程人員頂著綿綿細雨 在凌晨時分進行施工作業 捷運三陰縣邁入重要里程碑 完成最後一跨全線荷隆 由於路線大多穿越人口密集 且狹窄道路 工程局特別感謝周邊居民 忍受噪音配合 而在新北市長後已任內期間 也多次到現場視察 全長十四點二九公里全線採高架式建制 設置12座高架車站與一座機場 將串起新北土城丁浦蘭縣 與桃園綠縣的交通 明年度就可以進行我們的優先路段的電電車上線測試 捷運三陰縣完成全線荷隆目標 邁入下一個階段朝向二零五年完工邁進 打造北桃共榮生活圈 新北市府連續九年舉辦了 液彈環保挖寶區的跳蚤市集 今年募集了一萬多件商品 減少約十六噸的資源浪費 民眾購買的同時也是實踐環保永續 光二手市集新北副市長劉荷然 冷天取暖就是走進人群裡 新北市府舉辦全國最大愛心跳蚤市場 雖然是二手 但這裡頭不乏全新的物品 清潔隊跟我們市民一起合作 我們總共募集了一萬多件的環保商品 我想循環經濟就是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物品可以重新再找到新的歸屬 這是新北液彈環保挖寶區 邁入第九年秉持習物愛物 新北各區清潔隊跟三個民間單位 設置四十八個義賣攤位 響應的民眾一年比一年多 回收的經費也是年年創新高 去年已經破百萬 已經一百一十五萬了 我們都把這些預算 捐給我們的愛心大平台 符合現在年輕人的一個潮流 所以新北市持續來做 今年是第九年 今年募集物品的總數 能減少約十六噸的資源浪費 相當於減少一萬兩千四百六十八公斤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天氣冷 場子熱 民眾踴躍響應市府做工藝 同時實踐永續精神 記者中不倒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